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311日本福岛核灾届满四周年 漫长的重建工作仍在进行 台湾各地公民团体3月14号发起 南北串联沸河游行 诉求核一二三厂应尽速出役 核四厂直接停工寻求新能源 参加游行的延辽反核自救会表示 虽然政府已经宣布核四厂暂时封存 但封存无法保证安全应直接停建 另外 存放核废料30年的蓝宇 当地民众也强烈要求撤出核废料 进行辐射出污 还给蓝宇干净的土地 反核团体周末在台北台南高雄 同步举行费核大游行 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现场 由核一核二和核四厂当地的居民 打头阵表达诉求 反对核一核二厂研议 核四直接停工不封存 河市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從六十幾年的土地徵收 以及後續的興建 那今天把它封存 事實上是一個很不好的事 應該就直接停建 因為它整個來講 是沒有辦法保證它安全 政府去年宣布封存核四廠 認為是否商轉交由全民公投決定 以因應未來電力需求的彈性 也留給下一代電力選擇權 經濟部最近指出 在核一核二廠的商轉執照 即將在107年和110年到期 核四又封存的情況下 林口大零星電廠若是趕工不及 明年供電恐怕拉緊報 反核團體則呼籲政府 即刻思考國家能源政策轉型 當政府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就逼著我們大家 非得只能選擇核電這條路 這是我們民間反核運動 非常不願意見到的事情 因此今年我們提出了 能源政策的訴求 希望能夠督促政府 儘快做能源轉型 今年台北的反核遊行 共有96個公民團體參加 有人機體打扮成雷神風神等神明 象徵台灣使用再生能源 有民眾舉步條要送核電廠最後一程 也有年輕的學生族群 自發性的加入遊行行列 前年來的時候可能人還沒有這麼多 那就是看到兩年後人變多 覺得好像大家對這個議題 可能更加注意就覺得還滿開心的 那我覺得就是必須要表達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可以上凱道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 讓政府聽到我們的話 主辦單位估計台北有近三萬人走上凱道 高雄和台南分別有一萬人 和五千人響應反核 希望透過每一年的反核遊行 繼續發聲 促促政府能源轉型 打造安全的非核家園 中央社記者張志豔 王一文台北報導 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依照慣例出席閉幕記者會 回答的議題多和經濟有關 李克強談到兩岸經濟合作 不忘強調大陸近來反覆強調的政治基礎說 由於大陸政府去年要求各地全面清理 不合規定的阻水優惠引發台商恐慌 李克強向台商釋出定心丸 表示大陸會繼續維護台資企業 和台商合法權益 保持合理優惠政策 在對外開放中我們會先一步對台灣開放 或者說開放的力度和深度會更大一些 至於最近緬甸戰機在雲南境內投彈 造成大陸民眾死傷 李克強慰問受害家屬表示大陸外交部和軍方已經向緬甸 嚴正交涉強調堅決維護中緬邊境的安全穩定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報導 謝謝大家 團劇來自《星星的你》紅遍亞洲 劇中的都教授金秀賢現身台灣 陪粉絲度過白色情年節 談到對台灣的印象 金秀賢是要稱寶島水果太好吃 油溢消化 反被主持人曾寶妮虧了一番 所以我在宿舍在麻煩料都非常多吃 所以洗澡也有很多 還有芒果冰酥 所以我感覺很甜蜜的感覺 歡迎金秀賢便秘的時候多來看 見面會上金秀賢抽出五位粉絲合影留念 被抽到的心嬰兒在台下陷入瘋狂 其中三名還能喝到金秀賢 出手特調的咖啡 獻上在場所有女性 面對粉絲熱情 金秀賢除了再次感謝 也希望大家期待她的新作品 金秀賢二度訪台吸引七百二十名粉絲朝聖 招牌陽光笑容電韻全場 她也嘴甜向粉絲承諾 很快就會再和大家見面 中央社記者孫仲達台北報導 中央社國際新聞 中央社警察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三十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投園球場上千名球迷情緒沸騰 跟著Lami Girls跳起來 北台灣今年第一場職棒球賽開打 中興兄弟和Lami Go桃園隊 在開幕戰前進行熱身賽 吸引七千多人進場 打破近十年紀錄 Lami Girls二十位成員也同場亮相 表演全新藝人歌曲 迎接星球集到來 因為今天我們就是加了新的歌曲 非常的累 非常的High 然後就瘋狂的揮灑汗水 我相信球迷朋友也跟我們一樣一起 很High的吧 我下午兩點就來這裡排了 一個半小時 對 半小時 最喜歡哪個球員 桃園隊延續去年Party熱潮 今年再推出十三個主題Part 邀請球迷一起同樂 接下來的開幕賽 將首該先例 推出球場高空彈跳 門票一開麥就造成搶購 目前的話 我們的開幕在 我這邊掌握到的數字呢 預售是在一萬四千六百多張左右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衝破中華職棒的這個開幕賽的紀錄 那麼也希望呢 所有的球迷朋友桃園在地的鄉親一起帶全員主場呢 來跟我們一起見證這個歷史的紀錄 桃園隊從春訓熱身賽以來火力全開 中信兄弟隊今年更請到雙陽炮助陣 兩隊將在開幕賽上演去年冠軍賽的對戰組合 誰能拿下好彩頭就請球迷拭目以待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桃園報導 2015環球日本小姐選美結果出爐 現年20歲的長崎縣嘉莉公本雅利安娜 幾百四十位對手躲下後冠 身在台上公本展現十足自信 一身古銅色肌膚和深邃輪廓讓她特別顯眼 由於公本的爸爸是美國人媽媽則是日本人 每日混血的她國中畢業後到美國留學 也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文和英文 回日本後從事模特兒工作 她的目標是進軍演藝圈 天下後冠的公本因為外表不向日本人 而引起爭議但她表示雖然有一張外國人的臉蛋 但她骨子裡其實和日本女生一樣細膩 也希望能聽日本爭取更多榮耀 中央社綜合報導 以色列將於3月17號舉行大選 根據最新民調爭取連任的現任總理尼潭雅胡 落後對手賀佐格 兩人14號首度針對外交和安全進行辯論 雙方激烈交鋒 3月初尼潭雅胡受美國國會議長邀請發表演說 卻抨擊美國的伊朗政策 嚴重違反外交慣例 外界預測 尼潭雅胡主要目的是 為了拉抬自己的政治聲勢 由此可見大選的激烈 選舉結果將影響中東局勢和美國的外交政策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佳華 我們再會 其實選舉方對手賣 你請從變平只的入住 請你爭取得更英雅 報道 如果 Please試家 得運用 該招數 更兀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